基石金融 我想大概一個多月 升了一倍 20號雙湯貨機 6月30日這一棍 單日跌了46% 0.02% 但IPO0.5% 你又升了多少倍? 20多倍 升了20多倍 那你會說你沽不沽? 一定沽 其實就是大跌那一天 限受解禁 這就是上市前的一些財技 大家好 我是Dr.Ho 以及我拍檔Lauren Sir 大家好 又見到貨真價實123的環節 Lawrence 隔了一個星期就沒有見到大家 是嗎? 不是一個星期了 兩三個星期了 兩三個星期了 有兩三個星期嗎? 有啊 有兩三個星期 因為最近這兩個星期是時亡 有兩三個星期了 就是跟Dr.Ho 搞一些經世巨作 有追開我們頻道 或者跟我們學習的學生 都知道我們在搞什麼經世巨作 是是是是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或者是喜歡熱鬧 支持一下 很多東西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見到人多 我自己都挺開心的 都挺熱鬧的 還有越來越多人都一起幫忙 所以力量都來得順 那我多做一點 我沒有所謂 加油 一起做照片 好啊 好啊 那今集內容先說 好像上集開始 多了 不知為何 多了反應多了 多了Like 是嗎? 都有千多個視頻 好啊 好啊 相信我們說的 終於付出有些回報 適合大家聽 應該幫到大家 其實都是像個嬰兒一樣 慢慢慢慢去增加 但是我看到 很有趣 我在想 那些人喜歡聽什麼 或者為何突然又多了View 多了Like 其實都挺開心 挺有趣的 大家繼續多點支持 還有我覺得 內容有很多東西說 但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一股正能量 還有就是課真價實 名字叫做 就是 講心那句 講真那句 不要那麼多虛無飄渺 很多Bullshit 沒有什麼意思 就當用這件事 來結識朋友 那就開心了 好了 馬上回來了 所以 最重要是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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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事不宜遲 馬上回來 很久沒有報過起 是 很久沒有報過 你有沒有檢查 那些情況 是不是應該有很多報起 這些 講一下 和大家好嗎 好啊 立刻分享一下 每次的頻道 一段影片都報起 看看能否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 基石金融 8112 8112 有些同學仔 也 同學 都中了 這一隻 事源 就打劫價 即是所謂 我們 加上有些財技 在裏面 我想 大概一個多月 升了一倍 很開心 因為聽到一些同學 是說 賺二三十萬 這隻股票的影響 都未完 我自己都未估 一隻股票都有這樣的回報 都相當不錯 你開心 其實我 大家賺錢當然開心 但是我 我之前都見到 有不同的繼續 都有這些回報 只不過就是抽出來 去講 我希望 裏面有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怎樣做法 就是 這些做法 是一個 投資的玩法 就像一些水果 那樣的 他有些會 特別當做 他就 當做 你就不要那麼快 即是 平倉獲利 但是他還在生 的時候 你就看著他 但是 有一些 已經對價 所以 不要 重注 在單一 就算 好像這隻 也是 你現在說他上升 但是 之前 又未上升 但是 擺明知道 他對價 那就要進 所以 應該要跟 我們那種主張 設定 投資的玩法 這樣你就會很開心 因為 我們不只是看 這樣 有 高資 就開心 因為你設定了 投資可以玩長期 玩長期 就更開心 所以 記得設定 投資 之前 有沒有兩個星期 Lawrence 整個 投資的 投資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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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同學 一定要用這種 做法 所以 再看回自己 整個 倉 去做 千萬不要 單一 去做 不可以 不可以 你看到這些消息 新聞 就 忽著一堆 不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大家記住 設定一個 如果不懂 就 問問題 看看 怎樣 有什麼機制 Lawrence 有些報告 可以幫助到大家 行不行 這個就是 我們的 Wheel Steps model 好 我們繼續 先說什麼 Lawrence 說一下 國際 視野 例如 香港 最大的大戶 美國 現在在搞什麼 環球 其實環球 那些大件事 就埋了 那些 炸藥 還炸來炸去 都是這樣 第一 就是 因為 通脹 又在搶 經濟衰退 然後才會有加息事件 這些 那些 仍然 都是 的 甚至乎 說起 會不會有惡性 通脹呢 那 槍得 都很高調 原因是 為什麼呢 你最近都知道 有個 有個國家 首當其衝 是不是 聽到 斯里蘭卡 大家有聽過 都是因為 這些 犧牲品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美國加息 支持 美元 的匯價 就高走了 是不是 那些 新興國家 債務 的負擔 就搞到 自身貨幣貶值得很厲害 那就加重了 很傷了 是不是 所以就爆了 以斯里蘭卡為例 政府違約事件 跟著 政府破產 這些等等 都發生 這些 就是 人民 所有人 對國家的 信任 信譽 這些 完全破產 都不會再相信 不相信 什麼 不相信 不相信 貨幣 不相信 有盼望 過往其實都試過 他未破產前 200元就買到一磅麵包 怎知你睡醒 2000元都買不到一磅麵包 這些就是一個縮影 就是惡性通脹的縮影 以前很久之前 都說一下 德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又是這些 國內惡性通脹 那些銀子怎樣呢 那些人 是真事 就是 燒柴 燒銀子 來取暖 因為取暖的貨幣 比那些銀子更貴 對 比那些銀子更貴 你想想 那些銀子貶值到什麼 寧願燒些銀子取暖 好過 好過燒柴 好過燒柴 對 貶值到這樣 這些就是惡性通脹 再不相信那種貨幣 沒有用的 是廢紙來的 真的好大 一個國家去到這樣 是啊 現在又灰犀牛 灰犀牛 大家有聽過說 俄烏戰爭 食品 的價格 又影響 又上升 又加重 能源 又加重 這些所有的問題 都會發生 說回很多指示 都仍然受影響 美國 六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 又公佈了 又差了 今個月的月底 就會公佈第二季的 國內生產總值 如果 未來公佈就是第二季 其實之前 第一季 都已經錄得 那個數字是收縮的 收縮是1.6% 如果今次 是再收縮 1.5% 去到2% 這個是市場預期 預期之中 要進入 這個技術性的衰退 如果又通脹 加上經濟衰退 這樣夾下去 兩樣的格局 滯脹就正式降臨 所以 人民會不會對經濟 政府 失去信心 這些就要繼續看下去 Lawrence 你怎樣看 繼續下去 滯脹很大劑 經濟不增長 人民幣 人民幣 又不會賺多 如果這樣 套落香港 那種滯脹 我們預期發生什麼事 資產總有兩邊說 例如 升值加息 公樓負擔是否升 但永遠有兩種看法 一種就是 業主就 不行 跟不成功 就賣樓 有人是這樣 第二邊就是想什麼 第二邊就是 我供樓都貴了 於是我租也貴一點 是 價租 又有人這樣想 又有人多謝通脹 多謝你通脹 幫我有個藉口 我的東西自動會升值 租金有道理 等我加了 我就搭順風車 那我所有東西都會升 有人這樣想 有兩邊都這樣想 看看業主自己 如何團結 和否能夠保持市場 但我們現在在香港做生意 其實正在面對 人工加幅等問題 如果工資上升 銀子貶值 其實你真的要多出些 給伙計 多出些給伙計 理論上 他們交租也要多交一些 是的 Lawrence 你也是老闆 你覺得市場上 要爭取家人工的壓力 是不是更加強了 更加強了 更加強了 這些是通脹 這些通脹 這些通脹 所以你感覺到那種壓力在哪裏 於是香港經常說租金 和樓價 那些業主 團團結 是否能夠保持 究竟是 頂不住公樓 加息 沽貨 還是持貨力 依然很厲害 加爆你的租客 後續如何 效盤分解 業主有壓力 加租也不會首遠 對 對 持住房子 你問我 長期來說 因為通脹這麼厲害 實物資產也有用 實物資產也有用 長遠我們都看好 這是傳統智慧 這是傳統智慧 拿磚頭 對嗎 這件事似乎 今時今日這種環境 這種想法都可以 應該都可以繼續持有 這種磚頭的想法 對 沒錯 所以環球的事情 我想就這樣看 引伸到香港 就是這樣 我這裡看一看 環球很多時候都有很多事情可以看 不過有很多人都問我們主觀的想法 所以有時候我們經常都說 深那句是說什麼 對 對 很多人都聽 所以都說一說 深那句 真是說 其實我覺得 很多東西都是背後的人 或者背後的國家 其實都是在經濟上都是trader 所以開很多的伏線 開很多的盟目 就成為新聞也好 或者是明目 原因也好 有時候就拿來外交 negotiate 又或者成為一個可信原因 就拿來推動很多輸送利益的事 就是派利益互相 在各國互相傾談的時候 派利益 這個又怎樣 那個又怎樣 其實哪有這麼多仗打 諸如處女 所以背後都是為了大家做trader 都是trader來的 即是國家政府都是 都是trader來的 為了派利益 都是拿使用 這個是我的看法 不過最近 更加多一個元素 越來越急 就是有人要拿選票 所以還會製造多些新聞消息 在這個角度 就是之前你又聽到有人說要禁槍 然後又說要禁墮胎 又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消息 其實多了一門 有人急要拿選票 所以經濟有多差呢 又不會太差 因為起碼他那段重要時間 他不會讓他差 他又會立下班 大家很怕 不用怕等我來 油價很高 不用怕我又壓下去 我跟好朋友聊兩句就可以了 在這裏搞搞搞搞搞這些事情 所以兩門 有一邊就是經濟掛稅利益 因為要做trader 所以很多很多的item 打帳也好 什麼什麼都好 全部都是為了做trader 另外就是有人要權 有人要選票 急緊 很快 等着11月 所以又有很多這些明目發生 如果你問我 很精彩很激烈的 全部都有很多消息 那是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的波幅 非常有波幅 非常有波幅 所以就變成街大歡喜 因為都是想派財 輸送利益 你升也好 跌也好 大家都 賀包 就會不斷帶錢 不斷帶錢 所以 其實 他們都 玩得很厲害 很高明 但是 作為散步 千萬不要只 傻到 聽表面消息 自己 相信表面的事情 如在夢中 就豬豬了 這就是我的簡單看法 Lawrence 我很同意 當然有消息 市場移動一下也好 悶到鬼 躺在那裡 死魚 悶到悶死了 是 香港越來越蓬勃 大家有盼望 多謝Dokokok看了環球股市的看法 其實香港 關於我們事多一點 大家經常都說 關事的事情 就籠罩住 又入獄一點 又說多一點 說香港好嗎? 先說一下香港 看一看 這裏 今天是恆生指數 今天是恆生指數 我們拍攝21號 21號 今天是恆生指數 我猜3月到現在 你也是一個紮幅上落 低位是19,300點 高位是22,000點左右 在這個區間走來走去 也算是有些波幅 這個區間走了多久? 這個區間走了四個月 走區間走四個月 當然會有大的游泳發生 有些大的游泳發生 即是在這個區間之間行走 現在就在區間的中間 即是20,078,36點 這一刻 在這個區間之間行走 正如阿醫師所說 其實現在就有儲力 有很多消息 如果這個方向 即是恆生指數 譬如短線 升穿之前的位置 譬如22,000點 22,000點 如果穿 升穿 它有機會 看升也不錯 對嗎? 何謂穿 穿了多少就當它穿 穿了一段時間 要站穩一段日子 對嗎? 似個格局 現在是代變 現在它站在區間的中間 恆生指數就是這樣 大使的看法 正如我們看法 一定是有消息 準備之後滿天飛 一定有所變局 不會悶到一條死魚 對 不是市有變局 而是果 背後有人準備做事 意思是磨拳拆掌 對 已經磨拳拆掌 非常之好 其實我都知道 大家也關心 為個別的股票 怎樣看 對嗎? 不如我們看看 譚訊 散戶最愛 大家都喜歡看 好 看一看騰訊 這就是騰訊那幅圖 你其實看到 現價335元 其實都 嘩 不是很久 390 在6月27日 就兩下插了下來 這樣嗎? 那些人看到這樣 就是兩種心態 究竟是開心 還是擔心呢 究竟去到這個 其實很有趣 拿了貨當然頭痛 是不是 未拿貨的 未拿貨的 當然是想想 可不可以低抄 是不是 是 騰訊自己 顧名思義 是可以賺錢的 他實在那方面 有 就是騰訊也賺錢 那這間公司 在這些位置 你又不怕他 不怕他蝕很多 或者國家打壓 國家打壓都打了很久 其實你再看遠一點 其實已經是一條大斜線 斜了下來 譬如我們拉一拉一條線 就是你看到這樣 其實 是吧 就是斜線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看這些位置 譬如他短線 升回去 我看看 短線 我把一條線 出來 譬如這條短線 看一看 譬如350元 你看到這條線 其實350元 又是一樣 低位之前支持位 就在這些位置 320元 似乎那些支持也挺厲害 短線 320元短線也挺厲害 似乎都捱到一段日子 就這樣看 是吧 捱到一段日子 那公司又賺錢 其實實的方面 背景也不差 第一 是羅倫sir說的 就是那個 公司本身 那個基本面 已經看過 是OK的 是OK的 這是一 第二就是看 那個圖的時機 下面那個位置 都是一個挺硬的位置 已經去到那個位置 是不是 這樣就 都已經是差很多 很近了 所以這個位置 都不錯 都挺漂亮 所以 如果站穩 都不用太擔心 如果站穩 如果短線上 剛才我們說的350元 隨著我們看 恆生指數 又在儲力 是吧 如果可以飆穿上去 似乎都有點厲害 哈哈 大家知道 騰訊一飆的時候 那個力 是吧 有些厲害 騰訊 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一些短線的看法 是吧 是 但是一定 在我們自己 其實有些分享會 有些班 其實教一下大家 怎樣看下底牌 是 底牌 看完底牌 你的面牌 我們有很多方法 都可以看得到 是 哈哈 當然 看了底牌 面牌才慢慢和它玩 是 沒錯 就知道你不用死 是吧 起碼公司不用死 你最怕洩 倒閉 破產 那你就真是大大劑 是 沒錯 好 騰訊 我們分享一下 近來 DOTA 其實有一個 又輸死散戶的 一隻股票 我知道你說輸死散戶 那隻是什麼 其實都跟騰訊 也有些關係 是 有些淵源 這隻股票 鄧遜 跟阿里亞這些大MASA 在坊間很多業務 其實是坊間很多企業的大水猴 因為錢很厲害 不是那麼多人有它那麼厲害 支持過很多公司出來 最近有一個是表表者 大家猜不猜到 這隻股票很厲害 最近這隻股票很厲害 大家猜猜一下 真的猜到是什麼 是嗎 真的 好大劑 好大劑 那是什麼呢 就是開股 開股 就是這隻 20號 雙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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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 輸死人 看看這一棍 看看這一棍 這一棍 這一棍 在6月30日 只有半個月前 這一棍 這一棍 下降46% 單日46% 但這個浪跌下來 不僅是46% 哇 很厲害 46% 然後再降 即是你一天 6.3前仍推動6.3 一輪 一夜睡醒一夜只剩下2.9元 現在只剩下2.3元 這簡直超過多少 有超過六成嗎? 對,超過六成 睡著睡著了 然後有很多問題發生 我們當然在YouTube上和大家分享我們的看法 曾經很益,說一下曾經怎樣益 其實IPO三個8.5元 一開始就已經開放升了 然後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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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到9.7元 其實散戶也有贏錢 真的過了水 那時候真的很厲害 抽到一手半手 如果你沒有離開到現在 你就已經輸了錢 已經輸了一半 但究竟是甚麼事呢 跟大家想分享一下 究竟是關於實在那邊做甚麼 實在那邊做甚麼 看一看 這是雙湯的招股書 我知道不是很多人會留意 因為這幾百版 但我們就抽了最精巧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裏是雙湯招股的招股書 講一下基石投資者 或原始股東是甚麼價位 我先提示給大家 我在旁邊寫下 IPO是三個八毫半 這裏就說了他們的成本 給大家看一看 這一欄就是他們的成本 看到嗎 對 但是IPO三個八毫半 換美金是多少 換美金三個八毫半 如果你換美金 就是隨意 7.85 即是0.49 0.49 我先寫下 這個就是IPO的價格 0.49 你看看A1這個系列 A1這個系列 2015年就買了 你看看它幾錢美金 哇 0.02 但是IPO0.5 你又升了多少倍 20多倍 是嗎 即是升了20多倍 那你說你沽不沽 一定沽 其實就是大跌那一天 限售解禁 解禁 所以決題了 對 就決題了 即是黃河決題 決出來 即是給你賺20倍錢 你走不走 走啊 不記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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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約一起走 即是0.49 以下那些 是全部贏錢的 IPO 0.49 那你會發現 看一看 這堆呢 你看看有哪堆輸 沒有一個人輸 沒有一個人輸 0.315 沒有一個人輸 是 是 但是呢 現價是2.3 好嗎 嗯 現價是2.3 我們截算一下 現價2.3 除7.8 好了 這刻 這刻 我先清除它 這刻是0. 這刻的換算是0.18 這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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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輸錢了 這個D 就輸錢了 嗯 大家看不懂 其實再前些 這些都輸錢了 嗯 是吧 2018年入股的D 在這刻都輸錢了 嗯 但是你猜一下 有沒有約賣散了水 那天 哈哈 黃河決堤那天 是 已經 轉移了 轉移了給別人 是啊 我想 前期那些投資人 相信已經賺了很多離場 已經 難為可憐 我們的散戶 就輸錢 如果你在高位接貨 所以這個第一方面 是否關於他們上市前的資訊 嗯 其實有興趣當然可以看 也可以留意著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會跟大家做分享 是吧 所以這就是他們上市前的一些財技 是吧 其實他們做這些項目都是為了找大賊飯 是吧 沒錯 你看到他們有個軌跡 他一定要走 如果你看到的話 那你就順風車 是不是 那他們那些就不能輸 因為太大的投資 擠了下去 那散戶其實很小 很小很小 只是看回順著風勢 和那個時間表 照跟出同入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技術 對的 非常之好 所以Dr.我分享了 那 那 再看看他 就是看一看這個商湯的一個財務報表 和大家看看 好嗎 是 和大家看看 其實 往後之路的實在 那些事情 賺不賺錢 各樣 是吧 那 和大家看看 這間這樣的公司 你看 你看看這裡 本公司持有的人 你看看虧了多少錢 嗯 千人民幣 千萬 十萬 八萬 千萬億 十億八萬 哇 你怎麼會減死呢 這間公司 伸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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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促百多億 而且越虧越多 你看看 今年又虧得多於去年 那你真的 用不需要這麼趕 這麼快要使用 是啊 這麼快要使用 你真的 這個基本面 可以說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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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看看 他的現金 看看他這間公司的現金 嗯 剛才又虧百多億 這裡又虧百多億 好像虧多一年 我猜你都乾堂了 我的現金 哈哈哈哈 是吧 嘩 你看看起來好像有點問水 你看看起來 他好像想著所有東西都完結 你一刻這樣的做法 這麼快 這麼快 16萬 剛才就說虧 虧也虧 虧也虧了1,600萬 一年 嗯 其實不要看 八六億 其實是 為了你連現金也不夠 現在可能被人吵得太厲害 雙湯就最近這一兩天 就回購股份 噢 花點價錢買回東西 花點財技 就說買回東西 不過你問我 你只有八六億而已 你只有八六億現金 但你市值幾百億 對吧 即現在現價的市值 我看看他現在市值多少 看一看 現在市值八百億 嗯 撐你也撐不到多少 你只有八六億現金 你回購得多少 你還要不要想 你還要虧錢 嗯 即是你又要撐虧錢 你又要撐回購 我打死也不相信你撐得多久 嗯 大家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他的價錢都縮水去到很低 是的 但是你的本 意思是你不要這麼沽寒 做事 意思是大概這樣 不要這麼沽寒 但裡面沒有錢 我真的不知道你能夠支持多久 所以實際上你知道他好像有些問水 沽寒財主 嗯 沒錯 有些問水 格局上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呢 其實他的前景是怎樣 嗯 是嗎 前景 其實他是屬於哪科的 什麼板塊的 搞什麼的 很多明目的 很多明目的 這個雙湯 雙湯說他自己做什麼 做科技AI 大概是AI的前途問題 那你知不知道他們的主要是甚麼客人 在中國 中國 是嗎 對 人面識別 對 人面識別 人面識別 對 他原本是中大 在多媒體的Labs 對 人面識別的品牌 是他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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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要搞公司 就可以再變很多明目 那他所謂的 是AI 這個方向 他比如說 家居 城市 商業 汽車 這些 都有的 是AI 對 各樣都有 但是主要 現在開花 有收入的主要是 哪些是他的水口呢 主要是大陸 中國政府 地鐵 那些支援署 是不是做甚麼 做人面識別 即是 機場 機場 沒錯 地鐵 即是做甚麼 營精 其實是安保 對 即是做這些 暫時 起頭的時候 這間公司 就是大合約 主要是這一類 沒錯 但是現在機場 有沒有生意 大家都知道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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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其他大陸經濟也差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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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沒有後續 這樣也很大劑 即是沒有重複消費 是嗎 是 科技的東西 其實最賺錢 就是 老實說 我們經常說 高科技就是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就要買什麼 買時間 普末反而很賺錢 但是說到底要說 營運的收入的時候 分分鐘不適合時間 就賤過地底泥 這些東西 可以斷根性 即是說只賣工具 你什麼科技那麼厲害 很多競爭對手 你賣工具 大家都可以一起賣 你賣技術 即是軟件 分分鐘 你可能賣工具 要送軟件就有份 沒錯 對 所以 你開頭那一刻 就很賺錢 但是說真的要賣賣賣賣賣的時候 就要說銷量 又要送什麼送物 你未買過嗎 通常 買製品 軟件那部分 都送了 因為 是紅海的戰場 那裏 燒橫片 因為很多巨頭 很多競爭對手 這個就暫時 就算是AI 即是技術 都是技術 都是這樣 通常去到血肉戰場的時候 繼續說說 其實看財報 有很多明目的 AI有很多事情在做 還有什麼 現在最熱 都吹得這麼厲害 就是智能汽車 有智能汽車 有什麼大哥 大家知道 一講智能汽車 當今的大哥 你想起誰 那麼大哥 當然是T字頭那個 大家都在坐 大家都在坐 在等車子 什麼時候到 即是Tesla 講龍頭 Tesla 在外國全球 在中國本土 就是在說比亞迪 說比亞迪 其實他的競爭對手 也不少 甚至你聽到 小米都做智能車 對手 我想他面對競爭壓力 大到飛天 對嗎 小米 Tesla 都賺錢公司 這間還蝕錢 雙湯 還蝕錢 我想他有沒有本事 叫賣得住 所以就說 competitor 是很大Masa 也很厲害 跟你爭過 最大Masa 剛剛說了 T字頭那間 他賣弄AI 也是很厲害 他的自動駕駛軟件 FSD 他已經有收入來源 很厲害 希望鋪重在這裏 收到盆滿盆滿 但是 其實價值整計 這些最高科技的東西 其實那個人才 和技術的成本 也是更高更高的 搞到AI 很多人想 就是技術 搞到最初 尾水 就很順利 其實AI不是的 其實AI Costing 其實是真的 其實是金的 今時今日搞AI Costing 意思是 margin位走盞 其實少到你不順利 是艱難 是難捱 所以一直以來 如果在炒股票 在投資 每一年 UBS 或者私人銀行 有很多客戶 大型廣眾 說未來怎樣看市場 之前都很流行說AI 之前都很流行說AI 在歷史裏面 很多人見證 很多人都推崇 看AI 我們接下來的投資 會設定下去 但是我只看歷史 看行為 我覺得都不是很顯黑的 不是很亮麗的 起碼那些浪潮 兩波大的浪潮都是壞的 很多不確定的 對 對 如果預計十年之內 AI這家東西 拿來做投資 其實都是未知數 不確定 你搞到很大的 大拋禍大頭佛 Facebook 搞元宇宙 都是想搞個明目出來 但這個不確定是更大的 未成氣候 千萬不要聽到他們的 這件事是一般的 沒錯 非常好 感謝醫師 無論從實那邊 從生意 從前景 我們聽到 我們都好像一般 是一般 泡沫 泡沫 一般 於是聽到就是這樣 所以又看回牛偶 看一看 這就是雙湯的圖 對嗎 你問我 這樣的一棍 跌下來 實在那邊 我們又不看好 生意的東西 我都覺得 我和醫師 是否都一般 加上一幅 這樣的圖 就算你玩什麼財技回購 我都覺得 都很麻煩 同不同意 是 不想說 但是 那個景是這樣的 即是你在ICU 深切治療部 深切治療部 現在要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跡象 麥博 跳不跳動 現在是這樣的 你不要衝進去 沒有這件事 不要 真的不要 不要 所以 我們就 明確表達我們的 雙湯 沒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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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本事 就你搞 在ICU 救得回生 就是你的本事 是的 今天應該都很好 又分享了一些環球的看法 然後我們又看了本地的騰訊 以及最熱烈的雙湯 近期的看法 大致上也應該有所得著 是嗎 有 其實最重要的是 今天就好像給我感覺 大市的溫度 我們的看法 以及有些提醒 提出 最重要的 如果看投資 就是有很多股票計價 就看看自己的倉庫 是否健康 暫時穩固 而最近的消息和新聞 一定是很多很多很多 看看你們做什麼交易 非常股票 沒錯 好了 今天分享 我們差不多了 到這裏 保持住 因為我們剛剛做完那件大事 保持住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和大家分享 一些股市體化 各股的分享 記得留言 讚好 和分享 有什麼留言 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也回覆大家 好嗎 今天到這裏 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